Hello, 大家好, 我是Ami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样我觉得正的化妆扮美东西 刚刚巧,它们都是我之前在日本买回来 而且差不多是我现在天天都会用到的 第一个一定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Make Up For Ever 的光影粉 如果有留意发妆扮美的资讯的朋友,对它应该一点都不密身 这个光影粉本身是出了很多颜色的 唯独是这个H100, 这颜色是特别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传统这一类粉状的highlight都会带有珠光闪粉 让你塗上面的时候会很明显地看到打灯的效果 这样就可以令你想突出的位置更鲜明 令到你的面部轮廓鲜明一点 不过如果像我这样的面很容易出油的话 用这些带有闪粉的highlight 如果拿捏得不好的话是可以很大件的 上完妆搞一会儿, 当面稍微出油的话 这些highlight加上油光 很容易就会弄得一片片油光满面 所以是要用得很小心的 为什么这个H100那么受欢迎呢? 原因就是它的质地塗出来是霧面的 没有闪粉,一点都不闪的 你知不知道不闪的highlight是很难找的 再配合它这个瓦光的米白色 它是可以令到原本粒陷的位置 在视角上可以碰上有一个饱满感 也就是近年很多人说的膨胀感 基本上你是可以把它放在额头, 拳骨, 地梁这些位置 都可以做到一个好湿图的提亮效果 而我用它最喜欢就是放在眼底粒了, 内溝的这些位置 因为它是霧面, 所以相对就没那么容易显毛孔 但是记得在用它的时候也是要轻手一点 轻轻扫几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轻轻扫几下 你会见到眼底这个位置即时饱满了 连内溝都变得没那么明显 整个人看起来立刻精神了 这个自从我在日本买回来之后 基本上现在我每日化妆都会用到的 如果大家和我一样都有眼底粒陷和内溝问题的话 用concealer又怕妆会变厚又怕显纹 都可以试试这一类膨胀色的highlight 这个以我所知, 现在在香港或日本是被抢购 是经常断货很难买到的 不过不用绝望着 幸好最近我认识了Everex这个平台 Everex是HKTV集团旗下的海外代购平台 他们有超过5000个经10名认证的代购专员 遍布在世界各地30个国家和地区 由最热门的日本、韩国至欧美都有 有了他们, 随时想买世界各地的东西 就比以前简单得多了 我见他这么难买 之前也有试试找Everex的代购专员去找 他们的代购专员都挺厉害的 很快找到 价钱还跟香港的专柜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都想要但又买不到的话 不妨都可以用下这个服务 適逢我最近很迷玩highlight 那这期我是想入手 最新出的光影粉 这光影粉在香港又是断货 不如现在和大家一起找Everex的代购专员帮手 看看日本有没有 很简单 大家先下转了他们的app 入到app就click报价找货 在提交资料这里 进入你想要的那样东西的资料 这里我就写回Cleder Pro的光影粉的那个名字 然后在产品的所在地 选择日本 我通常都会给他们网纸 如果你没有网纸的话 Captal给他们的照片都可以 记得如果你想买化妆品那些 就记得要在款式这一栏 填上想要哪个颜色的色号 这个我是想要17号色的 就是这样 接着提交就可以了 当地的代购专员接到这个request 就会立即帮你去找 接着就会给报价你去比较 整个代购过程 都可以在app里面都看到了 我想说他们是真是很快手的 我试过最快是10分钟 就已经收到代购报价的那个通知 厉害啊 代购找到货之后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大概要多少日出货 和多少钱 如果多过一个代购专员找到货 你还可以选哪个快点 哪个便宜点 价钱对了 去确认付款就可以了 寄来香港之后 就好像我们平时买HKTV Mall 选去门市拿也可以 由他们安排送货到你家 也可以 基本上找他们 相支名牌手袋 潮流服饰 衣服鞋物 化妆护肤品 下支零食玩具 都可以 不单只买东西 我还知道现在他们还包办了 帮大家在海外餐厅订桌 甚至是制造惊喜 都可以找他们 现在3月在Everest 到买名牌精品 还可以省高达3000元 我觉得Everest 代购最棒的是 例如你找他去买一些大热的名牌 他们公司是要求代购专员 直接去官方的专门店买的 所以通常如果你需要一张证单 是可以要求的 我觉得这个安排真的很好 又不用浪费货货 有时有些产品还可以有当地的退税 还有报价是不用钱的 那你可以同一件货 找几个国家的代购报价 隔下隔 比较下不同地方 哪里找到可以买得底些 而且他们整个购买流程 都有专人跟进 错难倒退 我觉得他们整个安排 都是好保障买家的 说起保障买家 刚才也有提到 他们的代购专员 全部都是实名认证的 即是要交了个人证件 审查过了才可以做 那就不怕有走数的问题了 现在用了我的优惠码 Everest 还立刻可以享有 100元-20元的产品折购优惠 真的很划算 听说如果大家反应热烈 Everest 更可能会加码推多些优惠 因为详情和下载的连续 我会放在info box 大家去看看 接着继续介绍 就是这支 RMK的高效水阳防晒箱 这支防晒是有SPF50PA4加的 防晒是每天都要塗的 我想人人选择防晒的时候 最不想防晒塗上面的时候 就是又厚又焗又淋 刚刚这个冬天 我主要是用Clay de Paul 这支防晒 因为它是比较滋 但是来到这些开始热和濕的日子 我发现 开始不太用到Clay de Paul 这支防晒 因为有点滋滋 我就拿了RMK这支出来用 这个是我去年在日本买的 我想说这支真的很棒 它的质地是很薄很轻的 塗上面有个保湿的感觉 但一推开它就会立即变得很爽 一点都不黏黏 还有我觉得它的控油是做得很好的 虽然它是很控油 但是你用上面有一点都不干 整个的使用感受是真的很好 它的质地很轻盈 用得很舒服 而且它用上面是真的很爽的 所以我觉得它最适合配合 礦物粉这一类粉状的底妆来用 完全不怕用完防晒之后 面油腍腍腍 再扫碎粉上面 会卡住粉变成一粒粒 而且用完它之后 那一天的妆 是全天都可以保持得很好的 也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它真的很適合一些 有热又湿的日子用 还要不贵 我没有记错它是200多元 CP值超高 接着到它了 这个就是iTrim的磨砂洗面膏 这个我猜接触过它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大赚 真的超级好用 最可惜的是 它这间公司现在已经关闭了 我也有试过找Everest的代购专员 试试帮忙找 竟然他们找到还有 虽然这间公司已经没有了 但是如果还有途径 可以买到他们的货尾 这件事实在令人太感动了 这个磨砂的特点就是 它的磨砂粒粒 全部都是天然植物 果肉的东西 这些粒粒是可以很温柔的 去帮你去除一些老化的角质 再加上它成份里面有红泥 这个成份主要就是 负责帮你 捉了毛孔里面的那些脏东西出来 它的质地是好像啫喱 当时他们日本的职员教我 就是干手干面用的 然后就这样慢慢打圈 推一会儿你会看到它会变成白色的 那你就用水冲了就可以了 我说你知道真是不得了 一过了水 皮肤是立即见到白净了 那种皮肤变得很通透的感觉 是很明显的 好像变魔术那样 一下子就令到你的皮肤变得很透亮 这个我真的不懂得说 总之用过去才知道 原来面上面那些暗沉黄那些是可以洗走的 而且皮肤是立即变得很滑很软的 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是100分的 而且因为它里面的成份是真的很温和 所以在我自己身边 有些朋友的皮肤是极敏感的 用它都完全没问题 这个真的很好 官方教就可以日日用的 但是我自己就不舍得日日用 那如果大家想试它的话 就真的要快点看看哪里还有得买就入手了 一个这么好的产品 真的 希望他们这个公司 迟些改头换面 以另一个形式 将它再带到市场 让大家可以买到 真的很好用 最后是它 这个就是Decote的AQ系列的卸妆油 这个也是超级好用 这枝我印象中在香港是没有得买的 我也是早前托朋友帮我在日本买回来 现在都用了一大半 本身没用它之前 就是用开Fanko的那支卸妆油 用了很多年 那支都好用的 那我朋友介绍叫我试一下用它 果然用过之后 发现真的再好些 但是呢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跟Fanko做比较 因为这一枝200ml就是6600日圆的 我没有记错 Fanko就是120ml就是2000多日圆 就是围翻开的话 其实它就是比Fanko 这个一枝出来 你会感觉真的好像高级一点 因为它那个油的质地 是厚一点、滑一点的 相对Fanko就是稀一点的 没有那么稀身的 而且它有一种淡淡 好像做SPA那种香味的 搞到卸妆都好像变成一种享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油厚一点的关系 它的延展性是很好的 那我平日每次用 一泡就可以全面用的了 如果遇到那一天 我的底妆是用得厚一点 或者妆浓一点 我才需要用两泡 和其他卸妆油一样 都是干手干面用 因为它的油的质地很滑 所以当它还是油壮的时候 我就会在面上按久一点的 特别是鼻翼毛孔粗大的这些位置 我都会按久一点的 之后就加少少水 把它乳化 跟着平时洗面这样洗掉就可以了 我想说用它去卸妆 是真的卸得很干净的 特别就是有时候用到眼睫毛 防水防油的 用它都可以一剔过 就可以卸得很干净了 只不过作为一支卸妆油 卸妆卸得干净是应该的 但每次用完它之后 我发现是真的 感觉上是连毛孔都被它洗干净了 用它简单过一次水 面就没有了油份 但最重要的是 过完水之后 你会觉得面是留下了一种滋润感 完全不干的 我都有听过有些朋友用卸妆油 用完之后会出粉刺 出油脂粒 这个我和朋友用了一段时间 在我们身上又没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 好的东西朋友介绍给我 现在我就再介绍给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都喜欢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给身边的朋友 记得按着小铃铛 以后有新片它就会提醒你们 如果想看一些我简单日常的分享 记得follow我IG和Facebook 那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